记者于赵福基隆报道,基隆市政府教育处日前举行成功国小新任校长临选作业,由于临选会议两次投票结果均为范施琪7票,朱欣灵7票,以票废票,今天下午再度召开临选会议,除了范施琪与朱欣灵外,还新增后用校长陈宜君加入债局。 临选会议结果爆出黑马,陈宜君以10票胜出,范施琪4票,朱欣灵1票,基隆市转任,新任国中小校长交接典礼,将于8月1日下午2点,在市政府4楼大礼堂日前举行的基隆市新任校长临选作业。 陈宜君原先登记的是深奥国小,上人国小,临选失利,刚好成功国小校长临选出现范施琪,朱欣灵两轮投票均为7票,依照规定要择期举行第二次临选。 是的,成功国小校长临选由两人对决变成三人争霸,由于成功国小校内氛围不佳,老师只见彼此有些心结。 据了解,曾有前任男校长现场主持会议,老师与老师站起来拍桌互骂,校长也束手无策。 还有校长跟校内行政人员被老师写信四处检举,甚至还按铃控告,让校长忙住跑法院新任校长陈宜君有校园漂亮宝贝的美誉,靠住个人学养能力与临选表现顺利出现。 出任成功国小校长,如何凝聚校内老师共识,如何震衰起壁,让成功国小重返昔日荣耀,考验新任校长陈宜君智慧。 出任何道理